我沒有做錯的事,我抵抗自己 不是一群群,是一群群,是一群群 在追求我 由法律角度來看,脫罪裁決,不令人意外 學者說控方必須證明李騰豪斯並不是自衛開槍 非常困難 重點是證人作供的時候說 三個死傷者當中,有人曾經想搶李騰豪斯的槍 或者企圖攻擊他 其中一個死者生前有精神病與服藥 令李騰豪斯一方自衛解釋更加可信 裁決公布之後,美國有民眾示威質疑不公 法律學者就說,這個並不是陪審團要考慮的情況 李騰豪斯的控罪原本包括未成年遲有危險武器 亦都是案中唯一一條涉及擁有槍械的控罪 最高判酬9個月 但結案陳迟之前,法官應辯方要求撤銷控罪 原因是威斯空聲則法律容許未成年人持有槍管超出16吋 即是大約40厘米的散彈槍或步槍 原意是要打擊幫派槍械暴力之餘,未成年人可以合法打獵 而李騰豪斯案中所用的槍,槍管剛剛好合乎法律規定 有法律界人士說,條文寫到令人困惑 法官會偏向利益歸於被告 有線電視記者,隨機輝報道